大家好,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 我们将在本视频中通过五个关键提示带领大家了解如何充分地为Prime会员日做好准备。 第一,请定期地查看卖家平台促销控制面板上提供的促销建议。 该信息每周更新一次,如果看到自己有资格参加Prime会员日活动周的商品,请尽快开始准备。 促销建议面板每周更新一次,更新时则会刷新为另外一批商品。 第二,检查促销活动和相关商品信息带来的销售成效。 这样则可以确保买家在搜索和购买商品时能有绝佳的体验。 在商品页面,您可以使用编号或符号、图片及A家商品描述来展示品牌的信息以及其的独特性。 第三,请您误在促销开始时更改价格。 我们会根据您在卖家平台中提交的信息自动更新商品的价格,您则无需手动更改。 如果您更改了当前的报价,则促销信息可能会被禁止显示,因为更改后的价格可能已不再符合折扣的标准。 第四,请定期检查卖家平台上的促销控制面板,确认促销信息是否处于正常状态。 在促销即将上线之前,可能会由于库存、SKU、定价或合规性等问题而被禁止显示。 您则需要登录卖家平台,前往广告页面,选择促销或优惠券,然后编辑以红色标记的被禁止显示的商品信息,使其能够重新上线。 第五,请您定期的检查库存水平,确认商品是否处于可受状态,并确保提前入库参与Prime会员日促销的商品。 在Prime会员日的前后,我们的运营中心会异常地繁忙,因此如果有销售伙伴需要使用亚马逊物流,则应在6月20日之前将商品入库。 对于Prime会员日中的超值特惠,我们建议在理想的情况下,您可以提前平均4到6周来入库商品。 对于秒杀、Prime独家折扣和优惠券,理想的情况下应该需要至少提前两周入库商品,但我们仍然建议您尽量地多预留一些时间。 说了这么多,还在等什么呢?赶快做好准备,一起在Prime会员日这场购物盛宴中满载而归吧! 感谢您的观看,祝您销售愉快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